我叫谷玉芬,今年六十六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太太 我出生在山西近北地区,这里盛产玉米和土豆 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是吃土豆长大的 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穷得闹饥荒 为了不让我们饿肚子,母亲经常用土豆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形式的饭 什么烙土豆饼,炸土豆条,炒土豆丝,虽然都吃腻了 但是正是这些土豆,支撑着我们度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大弟比我小六岁,二弟比我小八岁 我上到小学五年级,当时学习成绩特别好 我班十二个小孩,每次考试,我都能考到全班第一名 可是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父母就不让我读了 说家里穷,实在供不起 再说,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 将来还不是一样嫁人,去别人家做饭洗衣服吗 当年,我的班主任老师姓李,教我语文和数学 他听说我要辍学回家了,就急忙赶到我家里,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 可是父母却不为所动,说家里实在供不起了 穷得都快接不开锅了,谈何读书上学呢 李老师临走前,我清晰地看到他眼底闪出的泪花 我知道,他一定是出于对我的心疼和怜悯 我辍学在家后,父母就把两个年幼的弟弟交给了我 而他们就一起下地干活 整生产队的公分,养活我们一家五口人 二十五岁那年,我和隔壁村的一个男人结婚了 这个男人是个屠夫,以卖猪肉为生 我当时嫁给他的原因很简单 觉得跟着他,每天都有猪肉吃 只要顿顿都能吃上猪肉 我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两年后,我生下了儿子 我和丈夫开心极了 从此,感觉自己的生活有了笨头 因为肩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 可是遗憾的是,直到儿子上了小学 一心想要二胎的,我都没有再怀孕 于是四处求医 喝中药,吃西药,打针 最后还是无济于事 肚皮始终不见动静 后来还请了个跳大神的 说是我丈夫每天杀生太多 造孽太重,才导致我怀不了孕 于是,我们又花了好多钱 每天在家里祷告,送神,烧香 然而,境况却没有一点改变 折腾了好几年 我也累了,也慢慢释怀了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 好在我们还有儿子 他可是我和丈夫唯一的血脉和希望啊 老天之所以不让我再次怀孕 也许是希望我和老伴 能全心全意地爱着我们的宝贝儿子啊 当然,儿子也很争气 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很优秀 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考取了一所985的大学 大学毕业后 儿子给我们领回来一个女孩 说是她在大学期间谈的女朋友 当时第一眼看到女孩 我心里一阵惊喜 这个女孩长得挺水灵啊 五官标准,长相耐看 嘴巴还很甜 一口一个阿姨,叔叔叫着 我和老伴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 第二年 儿子就和这个女孩结了婚 我和老伴拿出我们大半生卖猪肉的积蓄 又把地里的玉米卖了 才好不容易给儿子凑够了房子的首付 当把这些钱全部给儿子转账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 我们老两口的手里仅剩几百块钱了 当时,儿子感动得一塌糊涂 并一再保证 等我们七老八十 不能动的时候 一定要把我们老两口接过来养老 因为这套房子是用您二老全部的心血换来的 说起儿媳妇,家境比较优越 是省城本地的姑娘 父母都是高支干部 现在都已退休在家 每人每月领着五六千的退休金 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碰巧的是 儿媳妇也是家里的独生女 因为当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 凡是国家工作人员 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 为了保住工作 没办法 亲家母不得不放弃生二胎的想法 自从儿媳妇生了孩子之后 亲家老两口 就一门心思地想过来和儿子他们一起住 名义上是帮儿媳妇带孩子 实际是过来想让儿子和儿媳妇帮他们养老 像当初 我们帮儿子买房子的时候 买的是三十一厅 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 在这个家里 有我们老两口的一席之地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使我们彻底断了这个想法 去年腊月刚过 我们就给儿子打电话 想让他们一家回来过年 因为自从小孙子上了小学之后 我们还没有见过他呢 不知长高了吗 肯定也想我和老伴了 可是给儿子打了几次电话 他都说是工作忙 到时再决定 就这样 过了腊月二十 再过十天就过年了 儿子那边还是没有任何音讯 这可把我和老伴给急坏了 一天晚上 我和老伴半夜辗转反侧 怎么都睡不着 因为我们已经大半年 没有见到孙子了 真的很想他 老伴说 要不你明天早上 再给咱儿子打个电话试试 我立即摇了摇头说 不了 再打就让咱儿子烦我们了 那怎么办 老伴心急地问道 忽然 我灵机一动 要不 咱们去儿子家过年怎么样 不用给他们打电话 到时给他们一个惊喜 老伴听了 顿时没开眼笑 直夸我聪明 接下来几天 我们就开始收拾去儿子家带的东西 我们把家里养了大半年的 那两只老母鸡给杀了 到时给儿媳妇和孙子炖汤喝 我们又去隔壁村 找到喂家猪的人家 买了两只大猪蹄 还有二十斤猪肉 因为我听说 用自家粮食养出来的猪 肉嫩飙肥 好吃有营养 我和老伴还去儿童服装城 给孙子买了两身过年衣服 同时还包了一个两千元的大红包 是给孙子的压碎钱 一切收拾好之后 腊月二十八 我和老伴就坐绿皮火车出发了 我们之所以选择坐火车 是因为带的东西太多 火车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可以带东西 虽然坐的时间比较长 身体累点 但是我们心里高兴啊 在一路的颠簸中 我们坐了整整一天半的火车 总算是到了儿子所在的城市了 下了火车 我们也没有提前通知儿子 而是在火车站 直接打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儿子所在的小区 不一会儿 出租车就到了小区门口了 保安大哥拦住了我们 问我们找谁 当我们说出儿子的名字 和所住的具体几号楼时 保安大哥才放心地让我们进来 于是我和老半肩上 扛着大包小包 直奔儿子楼下 虽然过路的几个行人 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 但是我们却丝毫不在乎 因为马上 我们就可以见到最亲的人了 到了儿子的楼下 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了 歇了一会 老半说 现在已经到儿子家门口了 终于可以给咱儿子打电话了吧 我说好 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无论我们怎么打 儿子的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的状态 儿子的电话打不通 就打儿媳妇的 可是也是接不通 我数了一下 总共给他们打了十九个电话 打了半个小时 老半说 奇怪啊 怎么都不接呢 今天不是大年三十吗 此时他们应该都在家里吃饭了吧 不可能听不到我们的电话吧 我一想也对 今天晚上就是大年三十了 正是全家团圆的时候 此刻正是中午时分 儿子他们一家能去哪里呢 最后 我们决定 还是直奔儿子家 到了儿子家门口 我小心翼翼地按了门铃 刚按完第一声 门就哗啦一声开了 出现在门口的 正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小孙子 爷爷奶奶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正在吃饭呢 小孙子大声喊了出来 正在这时 儿子儿媳妇也跑到门口 用一种惊讶的语气 问我们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快进屋 换了拖鞋 进门后 我才发现 亲家劳两口也在屋里 他们一人手里 拿着一支酒杯 正举杯畅饮呢 我在看餐桌上 摆了满满一桌菜 有鱼 有虾 有海鲜 还有各种丸子 蔬菜 应有尽有 亲家母忙着 给我们找来两个凳子 说来得正好 他们还没开动呢 又说 年前 女儿女婿给他们打来电话 怕他们在家冷清 邀请他们一起过年 此时 我看了儿子的脸色 露出十分尴尬的表情 我也终于明白 儿子Tia Chen 为啥不接我们老两口的电话了 原来是早已把自己的丈母娘 老丈人请回了家 老丈人请回了家里 过了初三 我和老伴就打道回府了 可以说 我们这次是诚信而来 扫兴而归 通过过年这三天的相处 我发现 儿子和亲家老两口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开怀大笑 而每次面对我和老伴 总是露出一副鄙夷 嫌弃的目光 在她的心中 自己的父母 早已不足以成为 她的支撑和依靠了 未来的人生 靠的也许是 和她亲密无间的丈母娘 和老丈人 想到这 我留下了伤心绝望的眼泪 我相信 从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了儿子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都是一家人 黄昏恋同居后 我们说好 一起去旅游 可临出门 她的孙子孙女 却被送过来 要我们照顾 她儿子对着我善笑 我爸答应了 她安抚我 都是一家人 能帮肯定要帮 旅游又不着急 我皱眉 转身出去 和老姐妹一起抱了旅行团 又出钱又出力的老妈子 谁爱当谁当咯 刚出电梯 就听到刺耳的小孩吵闹声 我疑惑 家里怎么有小朋友了 一开门 一个玩具顶头砸过来 我哀悠一声 疼得扶着门框蹲下来 耳边传来老李焦急的声音 文英 你怎么了 小孩们自知闯祸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默不作声 老李扶我坐在沙发上 我缓缓睁开眼 这才看清楚 两个孩子是老李大儿子家的龙凤台 要去医院看看吗 老李声音关切 见我摇头 他又急忙去冰箱里拿了冰袋 轻轻帮我冰敷 我歪头看过去 刚才砸中我额头的玩具汽车 还躺在门口 对面的两个孩子 轻轻互相推嗓着 都小声要对方去道歉 我勉强冲他们笑着摇头 别害怕 奶奶没事 老李扬梅低声训斥 爷爷都说了 要你们不要打闹 你们就是不听话 本来听完我的话 两个孩子都放松下来 可听老李这么一说 龙凤胎中的姐姐 瞬间红了眼圈 他嘴角抽动 喊着爷爷真凶真坏 小跑回房间 弟弟目光快速转动 也跟着姐姐回房了 我忍着自己的疼 拍拍老李的手 都是孩子 好好讲道理就行了 别吓到他们 老李却不满地哼了一声 说小孩子就得管教 才能成才 见他眼神里 都是对我的心疼 我心中意暖 连疼痛都感觉减了几分 你呀 就是太惯着他们了 连他们杂伤 你你都不舍得教训他们 我轻笑 心里有一丝苦涩 毕竟我不是孩子们的亲奶奶 哪能随意训孩子们呢 我万一话说得不对了 孩子们回家跟爸爸妈妈告状 不是让你为难吗 老李眼神欣慰 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说辛苦我了 没办法 我和老李都不是各自的原配 我们在老年相亲节目上认识 我每个月退休金五千 老李八千 相比同龄老头 老李依旧身形挺拔 整个人收拾得干净利落 最重要的是 他知冷知热 十分关心我 所以我俩相处时间不久后 就快速确定了黄昏恋的关系 又相处了一个月 我们都觉得遇见对方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 于是便达成一致 不领证同居 约好以后大病或者身后事 都由各自的子女负责 在一起的生活费 他每个月出三千 我出两千 我的儿子一家定居国外 很久才能回来 因此和老李的三个子女们 一起吃了饭后 我们的关系就算定下来了 老李的三个子女都各自成了家 孩子们的妈妈走后 他们除了大的节日也很少回来了 所以我见老大家龙凤胎的次数并不多 晚上老李呼噜声都响起来了 我还翻来覆去睡不着 晚饭后 龙凤胎就被老大接走了 可姐姐白天红灼眼跑进卧室的样子 一直浮现在我脑中 被打中的虽然是我 训他们的人也是老李 可孩子怎么说 老大两口子怎么想 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心中不安 晃晃老李 老李迷迷糊糊睁开眼 怎么了文英 你怎么还没睡 我说出顾虑 他爽朗地笑了 你想太多了 都是一家人 哪那么多事 他这么说了 我也放松了些 长叔一口气 准备睡觉 可刚闭上眼 手机响了 老李烦躁地翻身起来接听 语气不满 夜晚安静 手机听筒里的声音清晰可闻 果然 是老李的大儿子打来的电话 他先笑着问老 李睡没睡 又为孩子今天 伤到我的行为道歉 最后 他语气温和地补充 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了 回来后自责地哭了好久 他妈怎么哄都不行 老大媳妇的声音 随即插进来 对呀 现在还哭呢 他离电话可能有点远 声音有些飘渺 但语气中的冷淡怪罪显而易见 我心里一咯噔 知道老大媳妇还是生气了 这是特意让孩子爸爸打来电话 表达自己的不满呢 我捏捏背脚 听着老大又嘱咐了老李几句 注意身体 就匆匆挂了电话 我叹口气 老李却温和地笑着看我 要我宽心 不然明天你再打个电话 跟老大媳妇解释一下吧 别让他们夫妻因为这是生气 老李扬眉 那怎么可能 我一个当爹的 还能向小兔崽子们说好话 再说了 我也没说那孩子什么呀 就是那俩孩子被灌得太娇气了 我看劝不动 想了想 白天我也确实没怪孩子们 只能放弃了 好在 孩子们平时并不过来 过几天 这是应该也就过去了 天将将亮时 我才终于睡着 再醒来时 老李已经买了小笼包小米粥 六弯回来了 文英 快来吃早饭 我挨着应了声 出来看他已经摆好了碗筷 我心里一甜 我前夫大男子主义 一生都是让我伺候他 老了老了 第二任老伴 却是个贴心提倚的 黄昏恋的意义 不就是这个吗 我慢慢地喝粥 和老李规划着下周的旅行计划 我们都退休了 有钱有闲 以前都为了孩子打拼 没怎么出去玩过 我们约好 以后每三个月 都要自驾游一圈 趁着还能动 也渐渐祖国的大好河山 只是没想到 行李箱都准备好了 一开门 却迎面撞上门口的老二全家 老二儿子有些惊讶 爸 你和文英一样出门 老李也很意外地看着他们 你们怎么来了 老李的三个孩子 平时回来的并不多 就算回来 大部分时候 也是儿子或者女儿自己回来 这两天不逢年不过节的 竟然一个接一个地上门了 而且还提了大包小包 二儿子善笑 爸 文英一 我和玉婷这周得去外地看一批货 所以辛苦你们帮忙带男那一周了 我微愣 抬头看老李 我们也要出门了 孩子肯定是带不了的 但我毕竟不是老二亲妈 不好直接开口拒绝 只能让老李去说了 老李倾咳一声 目光看向我们身后的行李箱 老二也顺着目光望过去 他一顿 缓缓才又挂起笑 爸 你们这是也要出门吗 老李点头 说明我们自驾游的安排 老二笑得皱纹都更深了 旅游吗 什么时间都可以去 要不你们满一周去 见老李不说话 老二又笑眯眯地看着我 文英一 您看行马 就当帮帮我和玉婷了 等我和玉婷看货回来 立刻就把楠楠接走 你二老再出去玩行吗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看向老李 老李却避开我的目光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这是摆明了让我做这坏人呗 我拒绝了 就是我不尽人情 我答应了 好名声也落不到我头上 一时间 我被架在这了 想到我们在一起还不久 我不想这么快 直白地打他和他儿子的脸 一周时间也不算长 他们夫妻 可能也确实是没其他办法了 无奈之下 只能笑着接受 还装作大大方方的样子 你和玉婷放心去忙 老二立刻脸上挤满笑意 对我满口称赞 爸 您看我早就说吧 文英姨一看就面词心善 来咱家是咱家的福气 文英姨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深圳 您和我爸在一起 啥也没有要 正好我和玉婷 这次去给您 带个水杯的黄金首饰 一听到老二这话 我心里原本的一点不舒服 瞬间烟消云散 甚至有点责怪自己刚才的小气了 本来送孩子过来 和我出门撞上 也是临时赶巧了 人家又这么态度好 我笑着答应 一定会好好照顾楠楠 老李得意地碰碰我 美了吧 他们都没送过我的黄金呢 我忍不住笑 说不开心是假的 我家就是普通家庭 为了供儿子出国 我一辈子省吃俭用 虽然不算穷 但给自己买饰品的次数 少之又少 和老姐妹们在一起时 看到人家都穿金带银的 说不羡慕是假的 可老二女儿才来了一天 我就意识到 事情没我想得那么简单 除了带过我儿子 这些年 我根本再没有带孩子的经验 楠楠又是个活泼好动的性子 上蹿下跳 家里每天都不得安宁 我想在家里安静 睡个觉都不行 老李健壮 贴心地带孩子出门玩 要我好好睡一觉 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晚饭刚好做好 可吃饭时 楠楠嫌饭菜清淡 不合胃口 一定要闹着吃肯德基 没办法 我们自己还没吃饭 又得带着楠楠出门买肯德基 老李碰碰 我胳膊安慰 咱就当饭后六弯了 你还别说 跟个孩子在一起 我都觉得自己年轻有活力了 我忍着没有朝他翻白眼 心里默念不能当着孩子发脾气 老大的孩子回去添油加醋告状的功力 我已经见到了 不想再在老两家身上节外生枝 只要挺过这一周 我们就又能恢复自由安逸的黄昏恋生活 晚上 好不容易把楠楠哄睡着了 我和老李都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互相靠着喘息 忽然老二媳妇打来电话 老李吓得一机灵 接通 爸 明天楠楠的兴趣班和补习班就开课了 课表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上课需要的东西 我都分装 好在他的行李箱 您直接拿了送他去上课就好 我呆住 这才明白男男来时的大包小包里装的是什么 等看到老李点开的课表图片 我更是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课表上有舞蹈美术声乐 数学写作英语乐高 各种课分布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位置 每一天从早到晚 都排得密密麻麻 我心中暗暗庆幸 还好要送男男上课的人不是我 我笑着看老李 有些幸灾乐祸 这下你有的忙咯 明天的象棋 你怕是不能下了 毕竟 谁让他自己不拒绝自己儿子儿媳 接二连三的要求呢 第二天我心疼老李这一天有的折腾了 就跳完广场舞 主动买了早饭给他们带回去 老李正手忙脚乱地帮男男扎辫子 男男还没彻底醒过来 整个人奄奄欲睡 配上乱糟糟的头发 像个扎毛大玩偶 我被逗笑 要老李助手去吃饭 我帮男男收拾 老李如释重负 吃完饭送男男去上课 一节课一般都是一个半小时 或者两小时 回来等 不值得来回折腾 上完这种课 又要接着去上另一种课 从早到晚 老李都扎在外边 而我 终于能在家 安安静静休息一场了 我和老李都身体健康 各自有退休金 家庭也没有负担 这也是我敢开始一场 黄昏恋的原因 不求大富大贵 就想着有个人陪着 两个人一起 舒舒服服 走完人生之后的日子 晚上 我俩睡前唠嗑 老李颇为感慨 老二两口子回来后 可得让他们快点 把男男接走 这一天 都要了我的老命了 我温声安慰他 好奇 那以前 男男爸妈出去看货 孩子也是你带吗 老李边喝茶边摇头 男男奶奶在的时候 也送来过几次 男男奶奶走了后 这几年 他们都是把孩子送小饭桌的呀 我一个老头 哪里照顾得了小女孩呀 我心下了然 本不愿意多想 却不由地想到 这是因为 我和老李在一起了 才把孩子送来的 不过 转念一想 反正现在主要带男男的人 也是老李 如果要我自己带 那是不可能的 可没想到 怕啥来啥 第三天 老李带男男赶客的路上 竟然追尾了 我接到电话 急忙赶到医院 老李拍了CT 还好男男没事 老李只是轻微脑震荡 要留院观察几天 老大儿子也听到消息赶来 确认父亲末世后 他先去处理保险了 文英 男男还在上课 不能没人接 老李嘱咐我 我点点头 你放心 我去接 你好好休息 接下来几天 我每天奔波于 接送男男上不同的课 中间还要抽空 给老李送饭 仅仅两天 人都瘦了一大圈 无奈之下 我只能和他商量 找了个医院陪护 自己专心接送男男 老李出院那天 老二夫妻终于回来了 他们一起来医院接 老李出院 我长舒一口气 这种劳心劳力的日子 终于要结束了 可要给陪护 结算工资的时候 问题又出现了 陪护一共帮忙了五天 需要付一千二百 医院前前后后 也花了四千多 老李自己在医院住了几天 没带钱很正常 可老二媳妇一听要付钱 忽然喊老二 客户来电话了 你快来回一下 老二闻声而去 两人拿着手机 一起朝外朝楼道方向走了 陪护大概见多了这种事 不懈地勾嘴一笑 且不说我们在一起之前 就说好了生病的花香 各自负责出各自的钱 何况这次 老李还是因为接送楠楠 才受伤的 再怎么说 老两家也该出这笔钱吧 我心里生气 挂了脸 老李急忙安抚我 文英 你先付了这个钱 回家我转给你 无奈 我只能付了这些钱 一切都付完了 老二和老二媳妇 才急忙回来 脸上都是尬笑 哎呀 爸你们怎么这么着急 自己付了 这都是因为 带您孙女才受伤 该留着我们付呀 话虽然说得漂亮 可也不见他们 把钱转回来 回到家 老二媳妇 眉飞色舞地 拿出一个盒子 说自己看了多少家店 多么用心地挑选 最后才选中这款送我 这几天 因为带楠楠 又是让爸受伤了 又是让文英姨忙前忙后 我们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镯子 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希望文英姨你喜欢哪 她热络地打开盒子 把金镯子带到我手上 老李休息了几天 也精神头满满 笑呵呵地夸老二媳妇 还是玉婷懂事 咱都是一家人 没那么客气 我见她对我热情 话又说得得体 心里的不满 也渐渐没了 却没想到 没几天后 我跳完广场舞回来 就看到楠楠又来了 老李正在和老二聊天 见我回来 老二又堆满笑 文英姨 你看这才几天 楠楠都跟您处出来 感情了 非得要再过来呢 小孩子都不会说谎 肯定是您带他带的用心 他才这么黏您呢 我微愣 这是什么意思 要我继续给他家带孩子吗 这次不等和老李交换眼神 我立刻笑着拒绝 上次我和你爸出去旅游没去成 现在你爸身体恢复好了 我们正打算这几天去呢 老二听完 眼神微变 我爸开车都追尾了 您还放心 让我爸带您自驾游啊 他语气上扬 带着不易察觉的鱷鱼 我听得有点不舒服 回他 那也不能以后都不开车了吧 不过你的担心 我也考虑到了 所以这次 我们打算抱个老年旅行团 不用自己开车 我意思很明显 给他带孩子的事 我肯定不会再答应了 上一次帮他带 还能说是因为特殊情况赶巧了 可现在 再要我带 明摆着就是故意的了 想到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带过 现在却要给别人当老妈子 我不禁轻笑一声 老二皱眉 文英姨 你笑什么 我摇头 没什么 就是想到些事情 觉得挺好笑 老二眉头更紧了 可是我爸答应 继续帮我们带楠楠了 时间也不长 就到这个月底 我呆住 不解的看向老李 用眼神质问他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答应 明明 明明 我们昨晚还在说去广西旅游的事 老李善笑 往外推老二 好了好了 你赶紧去忙吧 楠楠放着你放心 我看着老二离开的背影 以及老李闪躲的眼神 心中不满 你为什么要答应 老李拍拍我的背 别生气啊 你慢慢听我说 咱都是为人父母 孩子们打拼忙 咱能帮的就帮帮嘛 你也是当妈的人 又这么善良 肯定能理解的对吧 我推开他的手 老李 我跟你在一起 可不是为了给你家当保姆的 明明医生说了 他最近不能累到 现在暑假 接送孩子天气又热 他的身体肯定不合适 去接送 那就是摆明了 这是要我管呗 他体谅孩子 自己的孩子 没关系 但能不能别体谅外包啊 而且光接送孩子还不够 平时吃饭 还得照顾孩子的饮食口味 日常生活 还要满足他 去游乐场玩的需求 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能 我越想越气 要带你带啊 我肯定不带 大概见我真生气了 他又急忙解释 咱就带这一个月 过了这一个月 说什么也不带了行吗 再说了 他意味深长 玉婷也刚送了你金镯子 我不好意思拒绝吗 我心中一致 恍然大悟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我立刻把镯子摘下来 甩给他 那镯子我不要了 你我也不要了 说完 我转身就走 老李急忙追上来 各种道歉 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又说我们走到一起不容易 也不是小孩子了 哪能说分开 就分开 我见他是真的认识到错误了 这才缓和了脸色留下来 毕竟我要做的事还没完成呢 心中同时暗暗警戒自己 以后再也不要收老李孩子的东西了 晚上睡觉 我越想越不对 这个镯子看着差不多 也就一万多 这次住院我花了六千 这几天接送楠楠 满足楠楠吃喝玩乐的要求 也花了近两千 这样算下来 我自己出了八千 相当于自己出了这个镯子的大半 可老二媳妇那天 回小区时 大肆宣扬送了我一个金镯子 我们住的是老小区 邻里往来的都是老街坊 大家都夸我福气好 对老二夫妻满口称赞 可我在其中的付出 以及他们之后的打算 倒是只字未提呀 我和老李住一起 平时生活费大部分是他在负责 可过日子 哪有那么分明 顺带手的 我也会花出去自己的不少钱 这样算上 接下来楠楠在家里的花费 我岂不是自己出钱 给自己买了个金镯子 还要额外搭上每天的累死累活 我越想越气 第二天起床吃完早饭后 老李按戳戳问我 能不能先送楠楠 我直接拒绝 换好衣服直冲旅行社 他愿意自己在家带孩子就带 反正是他自己的孙女 可要我退休了还跟着一起受罪 那不可能 当天我就报了三天后出发的新疆旅行 只是没想到就这么两天在家的时间 还能再生出事端 报完旅行团第二天 是老大家双胞胎的生日 老大给孩子准备了生日宴 邀请了老李和我 还有老二和老三家 来的人都不能是空手 老李作为爷爷 更是不能白来的 他给孙子孙女 每人包了两千的红包 算生日礼物 红包一打开 气氛瞬间热闹起来 龙凤胎高呼爷爷万岁 又转头看向我 文英奶奶 你送我们什么呀 我耿住 这孩子太没礼貌了吧 我又不是他们的亲奶奶 干嘛追着我要东西 而且就算是亲奶奶 爷爷已经给了 奶奶也不用再给了吧 我跟这几个孩子们 并不算亲近 上次龙凤胎来时 还因为孩子传话的问题 和老大夫妻 闹得有点不愉快 我不相信靠孩子自己 今天能说出 管我要礼物的话 那到底是老大交的 还是老大媳妇 我不得而知 不过 他们也太小看我了吧 以为当着这么多人开口 就能拿捏我 也不想想 我活到这个岁数 什么没经历过 我摸摸孩子头 笑着说 爷爷和奶奶是一家人 爷爷给了 就是奶奶给了呀 我特意加重 一家人三个字的字音 他们平时不就爱用这三个字 读我的嘴吗 现在正好还给他们 老大媳妇扭过脸去 神色不喜 可不是啊 文英姨 听说您前段时间 帮忙带二弟家的孩子 带得可好了 我趁机接话 那还是奶奶 这孩子懂事 大大咧咧的 说了孩子什么 孩子和玉婷也不较真 不像你家的孩子 只会添油加醋地告状 老大媳妇哼笑一声 是吗 那还是因为接触得少 孩子们多了也热闹 我爸和您也不孤单 不然 这几天就也让我家 这两个一起过去吧 文言 本来说说笑笑的 所有人均是一愣 目光齐齐看向老大媳妇 可看老大儿子 淡然吃菜的样子 我就懂了 这是两夫妻 早就商量好了呀 我看向老李 他眼神强烈示意我 快快拒绝 不料 在他期待的眼神中 我笑着答应了 好呀 正好这下有人陪老李了 反正 我要出去旅游了 带孩子的人 只能是老李 他能不经我同意 答应老二 我也能不经他同意 答应老大家呗 顺水人情的事 谁还不会做 老李听完 脸色瞬间变了 在他开口前 我赶紧补充 男男的课程 我记得排得还挺满的 到时候 老李一个人照顾着撒孩子 生活可是充实了 我笑着打趣他 目光环视众人 老代媳妇惊讶 我爸一个人 文英姨 那您呢 我笑得更开心了 老姐妹们约我出去旅游呢 都订好了 就在后天 老大媳妇 肉眼可见地 脸了笑容 我视线扫过老二媳妇 她瞬间有些着急 嫂子 男男的课全天都排了 怕是没多余的时间 经历了啊 她边说边看向老李 寻求肯定地回答 还用胳膊肘碰碰老二 示意她快说话 老二抬头 目光看了眼老大 立刻低头吃饭 很明显 出现了争议问题 两个男人都想隐身 推各自的妻子 出去冲锋陷阵 毕竟 人家才是亲兄弟嘛 果然 老大媳妇瞬间变了脸色 语气阴阳怪气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玉婷 把带了男男 就不能带我家的俩孩子啊 感情罢只有老二一个儿子 男男一个孙女啊 老大媳妇是个直脾气 话说得很直白 可老二媳妇是做生意的 不像老大媳妇这样 一点就诈 她还是笑着回答 大嫂 你看你说的 我哪是那个意思 我这不是担心 爸来回送男男上课 又不能开车 没时间给我这俩 侄子侄女做饭吗 到时候饿到孩子了怎么办 再说了 就算要论七水 爸也是亲你们家这俩呀 我们男男过生日 爸可是才给了两千 你家这可四千呢 老二媳妇语气生动 又是挑眉 又是转眼珠子 句句是为老大孩子着想 又戳破老李 更天心老大家的事实 老大媳妇一听 声音更拔高了 玉婷你这是什么意思 爸早就说了 孙子孙女过生日都是两千 你羡慕你 也去再生一个呀 一个不够就再生俩 这样就能拿六千 你放心 我绝对背后不说一句闲话 眼见两人火药味越来越浓 我在一旁 看热闹 看得心情愉快 他们还想趁机拿捏我 这不 我稍微点两句他们家里的情况 不就自己打起来了 老李眼见着俩儿媳妇 谁也不让谁 急忙出来打圆场 哎呀 都是一家人 今天还是大宝二宝的生日 快别说了 看着老李被俩儿媳吵得满头大汗 我忍不住暗爽 本来 我跟他在一起 就图个两人互相体贴 门心自问 我们在一起后 他做得也还算不错 不对 准确地说 应该是装得不错 如果不是前几天 他出院到家后 我无意听到他 和老二的对话 我还真不知道 他心里有那么多 弯弯绕绕的小心思呢 爸 您平时开车很稳当啊 怎么这次还追尾了 老二问 老李黑黑一笑 压低声音 惠莫如深 儿子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不搞出点事情 怎么让你闻婴仪 一起照顾楠楠 你可是不知道 这几天 我起早贪黑地接送楠楠 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 老二露出 恍然大悟的表情 给自己的爸爸 竖起大拇指 爸 要不然说 姜还是老的辣呢 还是您会调教女人 老李眼中 却闪过一丝不屑 你妈在的时候 你大哥家俩孩子 你妈都能照顾得过来 现在他跟了我了 既想贪清闲 又不想自己的钱交出来 也不想想 他儿子都在国外呢 以后要靠谁养老送中 他们父子越说越兴奋 我却在门外 听得阵阵心凉后怕 我本来以为上天对我不薄 让我晚年遇到了理智上 我这个年纪了 已经不图情情爱爱了 对方性格温和 能互相体贴陪伴 就已经知足了 却忘了 男人哪分什么年龄 性格的不同 天下乌鸦一般黑 无论高矮胖瘦 年长年少 都是一样的功于算计 贪婪无耻 又自私自利 那天之所以 没有当场发作离开 是因为觉得 那样太轻易放过他了 我这些日子 在这个家出的钱出的力 不报复反弹在他们身上 不让他们全家关系破裂 没人再关心 他以后的老年生活 可就太不公平了 忽然 一阵孩子的哭声 把我的思绪拉回来 原来是老大老二媳妇的 吵吵嚷嚷 吓到了老三女儿家的孩子 三女儿家的孩子 才刚刚两岁 正是不好戴的时候 孩子一哭 三女婿眉眼间 立刻生出厌烦之色 三女儿立刻慌张地哄孩子 眼神中怯懦之色明显 我暗暗回想 老李平时提到女儿的时候 确实很少 三女婿能当着两个大就搁的面 对老三甩脸子 看来老三在婆家的生活 过得并不好 原因无非自己没有娘家人撑腰 三女婿自己心中 肯定也对自己的老丈人不满 那今天让他们不满的原因 我试探着开口 原来老李说过 孩子们过生日给两千块钱啊 那咱家这小妖块过生日了吗 我话音一落 老李脸色更差了 三女婿吃笑一声 接话 我家孩子哪里配得上老爷的两千 他端起酒杯 朝老李敬酒 爸 您说是吧 一场生日宴不欢而散 一进家门 老李就忍不住不满地质问我 你今天干嘛 提给老三家孩子钱的事啊 我假装内疚地解释 我没想到你对孩子们区别对待啊 我以为几个孙子孙女外孙 都是一视同仁的吗 怎么可能一视同仁 老李扬眉喊了一声 一改她平时温和的样子 女儿的孩子是跟着别人性的 老两家又只有个女儿 我怎么可能像给老大家那样 给四千 她越说越气 这下好了 你在饭桌上挑明这事 弄得谁也不开心了 我面上继续安抚她 说我说错话了 心里想却觉得好笑 大家不开心 仅仅是因为我的几句话吗 难道不该是你重男轻女 人为把孩子们分了三六九等吗 正想着 门口响起敲门声 我心中暗叫来得真及时 一开门 果然是三女儿抱着孩子来了 你怎么来了 女婿呢 老李还朝外张望 我笑他愚蠢 这种上门要钱的事 那种好面子的男人 怎么会出面呢 果然 老三简单坐了会儿 就说明来意 爸 安安也两岁了 今年的生日也快到了 我不像二嫂那样 想要一年四千 你就把过去两年 每年的两千补及我吧 老李眉头拧得紧紧的 语气不耐 这不是安安还没过生日吗 等她今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再补上 爸 老三大喊一声 我难道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吗 为什么哥哥们 有的我都没有 哥哥们结婚买房 都是你和妈初的首付 可我的嫁妆只有五万 还被你扣了三万的彩礼 老三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在一旁看着 阿玛李之上不当人 见自己的爸爸还是不肯答应 老三划跪下去 爸 不能等安安生日了 我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今天你不给我这个钱 我连家都回不去 我伸手去扶他 可沙发上的安安受到惊吓 大哭起来 我急忙先抱起孩子 你们父女先聊 我带孩子出去一会儿 孩子可是无辜的 正好我懒得听他们 这场妇女争吵大戏 拱火这种事 点到为止就好了 刚才生日宴中途 我在卫生间碰到三女儿 见她整个人 都无精打采的样子 我装作无意提到 三丫头 你别总替你爸担心 她每个月退休金有八千 我也有五千 我们俩日常开销 也就每个月三四千 钱都够花你 倒是你 照顾好孩子的同时 也得多照顾照顾自己啊 你看看你这黑眼圈 一看就是很久 没睡个好觉了 说完 我拉着她的胳膊回去 至于他爸每个月 花不完的钱干什么了 他就自己想呗 如果他真能这次 从老李手里 哭出一笔钱 我也算帮了他一场 不过 最重要的是 老李会因此头疼一场吧 不知道老三最后 有没有要到钱 反正最后 他还是哭哭啼啼地离开了 隔着门口 老三痛苦地大喊一声 既然这样 那你以后 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吧 老三摔门而去 从我手里 抢过孩子离开 我追出去 强行悄悄 给了他一千块钱 要他别声张 丫头 这钱是以自己的 你给自己 买几件新衣服穿 三女儿发着斗 接过这钱 声音轻颤 闻婴疑 您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都比我爸对我还好 我叹口气 安慰他 都是一家人 以后有男士来找姨 望着三女儿远去的背影 我轻轻笑了 老李因此整宿翻来覆去 睡不着 我则轻松愉快 一觉到天明 老东西 失去一个女儿 才只是开始 这都是你的报应 醒来后 我带着自己收拾好的行李 直接奔赴了旅游大坝 老李在我身后挽留 文英 晚点再去吧 等孩子们都暑假开学了 我和你一起出去玩 我手上用力 不动声色地推开它 脸上笑意盈盈 出去玩 哪有在家和子孙们 享受天伦之乐幸福 我一个外人 就不打扰你们的幸福了 在理智上复杂的眼神中 我抬脚上了大坝 我和老姐妹们 一路从四川玩到江西 最后又去了广西 再回来时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一出电梯 我就听到房子里 像炸开锅一样吵闹 一开门 果然三个孩子正在客厅里 你追我打 而老李 正一脸沧桑地 在厨房削土豆皮 准备炖大锅菜 听说两个儿媳妇 都说外卖不健康 要她必须亲手 给孩子们做饭呢 我撩了撩自己新做的发型 拉开墨镜 喊她 老李 她抬头看到我 脸瞬间比哭了还难看 我歪头笑 这么贴心 提前给我准备好饭了呀 当晚饭桌上 老李因为太累了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再也没了之前的 荣光焕发的精神样 估计以前孩子 都是她前老半代的 所以她自认为 带孩子是件轻松的事 可现在真正轮到她自己了 她一样扛不住 吃着饭 三个孩子 又吵吵闹闹起来 眼看着 差点就要打起来 我嗅到危险的气息 吃完饭 借口出门 扔垃圾 赶紧离开这个 危险又闹挺的地方 哄一群凡人 又没教养的孩子的事 谁爱干谁干 最好他们今晚使劲闹 折腾死牢里 果然 孩子们还真不负我的期待 我在小广场上 和姐妹们聊了不多大一会儿 就见老大老二两家 先后跑着回来了 个个神色焦急 我兴奋地跟着回去 刚到楼下 就见老大抱着孩子 小跑着出来了 那孩子脸上满是血道子 紧接着 老二又抱着额头红肿 哇哇大哭的喃喃出来了 我上楼 两个妈妈正立声互相指责 原来是老李一时没注意到 三个孩子打起了架 竟然还抄起了凳子 老大家双胞胎齐心协力 老二家男男也不甘示弱 等老李发现时 孩子们已经打得很严重了 老二愤怒地看向李志上 爸不是我说你 你这么大年纪了 连个孩子都看不好 还有什么用 老大接话 你怎么对爸说话的 爸容易吗 老二歪着脖子轻笑一声 嘲讽 平时有什么好事 都是偏袒你家 你自然会这么说呀 爸如果平时照顾多的是我家 我能比你把话说得还漂亮百倍 老大不服 爸怎么偏我家了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 接送的不是你家孩子 是野孩子呀 这句话彻底激怒老二 他的一声响彻耳边 老二媳妇竟然仰手 打了老大一巴掌 他满眼凶狠 食指着老大媳妇 你再骂我女儿一句试试 现在我急着去医院 没时间跟你掰扯 如果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你家两个别想好过 骂完 老二媳妇转身要走 我在一旁也看得热血沸腾 老大媳妇愣了几秒 忽然嘶鸣一声 冲上去撕打 你敢对我家孩子做什么 我见状 立刻假意去拉架 老李本来在一旁捂着耳朵 不想听两人争吵 现在见状 也赶紧去拉这两个人 可两个上头的女人 哪那么容易被拉开 几人拉着肩 我被推倒在地 桌面上的开水壶 不知道被谁碰到 砸下来 滚烫的水 瞬间泼得老李胳膊腿上都是 老李呀的一声长笑 两个儿媳妇健壮 都睁大眼睛捂着嘴巴 现在要送医院的人 更多了 老李的胳膊和腿 都被烫伤了一大片 消毒时 他疼得哇哇大叫 我也在床上 一个检查 接一个检查地坐着 都不痛 当体检了 老大媳妇 已经看完孩子回来了 跟我解释 文英姨 我真不是有心推您的 我摇摇头 语气虚弱 微笑地看着她 没事 都是一家人 别担心 护士来催交检查的费用 我看像站在一旁 包着纱布的李质上 和他的两个儿子 老李 我现在动不了 这钱你能先替我交上吗 老李推推老二 示意他去 老二善笑 爸 我今天没带多余的钱 他推推刚进门的老大 哥 你带钱了吗 还没等老大开口 老大媳妇接话 我们也没带 我眼眶一红 眼里泛泪 语气祈求 求求你们了 虽然是你们推倒伤道的我 但我不花你们的钱 只要你们先帮我缴费治疗 我会把钱还给你们的 边哭着 我边要挣扎起来 忽然 一声尖利的声音呼喝而出 你们一家都是什么东西啊 伤到人还不管 我眼神一亮 是我的姐妹团来了 他们一行八人 张口对老李全家 一顿斥责大骂 就算李家人也不少 可拿彼得上 我那老姐妹们 战斗力十足 大家分工明确 有人摆事实讲道理 有人扇风指责他们 没良心道德 还有人拿着手机 拍下我哭红的眼睛 和躺在病床上的病态 看到了吗 就是这家人 打着黄昏恋的名义 和我们的姐妹在一起了 结果就是想骗人家的积蓄 和退休金 还把人家当老妈子 又是让人家干活 又是打骂人家 之前这老头住院了 住院花销 都是我姐妹付的 现在他们全家打伤我姐妹了 却都不想付医药费 镜头逐一拍下 李家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脸 张张表情精彩 我的老姐妹高呼 大家快看清楚 这家人都长什么样啊 老大和老二健壮 哪里能忍 立刻去争强手机 这一闹 新的证据又出现了 我的两个老姐妹 都顺势倒下 哎哟 哎哟 疼死我了 快报警 有人故意伤害我 我在病床上 看着姐妹们精湛的演技 心里默默地点了个大大的赞 事情到这一步 我们旅行图中设计的剧本 前半段就基本演完了 本来以为 还需要些时间准备呢 没想到 择日不如撞日 一切发生得这么快又自然 接下来 就是事情的发酵和惩罚了 得益于我老姐妹们的战斗力 整个小区附近 很快就都知道了 理智上这个老头 是多么道貌黯然 心机深沉 老李家的子女们 又是多么黑心和无耻 接下来的每一天 只要理智上和李家 其他人出门 背后都少不了指指点点 我和两个被推倒的老姐妹 都做了伤情鉴定 老年人嘛 谁身上没有带点病 姐妹们咬死 没有十万的赔偿 他们就起诉打官司 我其中一个老姐妹的女儿 就是律师 身边都是律师朋友 我们又有钱有闲 可以跟他们好 老大不出钱 我们就一起 去他单位门口嗑瓜子 来人就讲讲 他们一家对我的欺凌恐吓 没几天 老大的领导 就让他解决完家里的问题 再来上班 老二不出钱 我的老姐妹 就去他家店门口 循环播放视频 让所有来买东西的顾客 都看清这家老板的嘴脸 他的销售额日渐下降 他们气急了 想对我动手 我看了眼头顶的监控 浅笑 好啊 只要你们不怕 再准备二十万就行 现在我们才 只是管你要 如果你们还不赔偿我 我就接着去孩子们的学校 讲讲这个故事了 到时候 孩子们的同学 怎么看他们 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要考虑的事了 我看着他 冷笑 别怪文英仪心狠 你们全家算计我的身家性命时 也没替我想过 我从包里掏出那个镯子 扔到老二媳妇面前 这样的假东西 你还是送给你亲妈吧 老二夫妻气得脸一阵白一阵红 全身发抖 可他们又能怎样呢 几天后 他们也有样学样 向众人哭诉自己的委屈 可他们的计划才刚开始 老三出现了 他在众人面前 讥讽哥哥嫂嫂和理智上 你们还好意思 反咬文英仪一口 他亲自向众吃瓜群众澄清 我作证 文英仪十分善良朴实 我走投无路时 亲爸亲哥都不管我 只有文英仪帮助我 可他在我家 却每天都在被我爸算计 奴役 众人听着 张大嘴巴 从此更是厌恶 李家人的诉苦 纷纷不再和他们往来 理智上被迫推出来 向我道歉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求我看在他的面子上原谅 再这样下去 我的两个儿子都要和我断绝关系了 我笑出声 你当自己是谁呢 你的道歉 可没有钱相 你们都是一家人 出这点钱 怎么就关系破裂了 抗争了十几天后 李家还是全都屈服了 十万块钱顺利存到我的卡上 我也早就搬出了李家 得知李智上精神恍惚出了车祸 昏迷不醒时 我正在和姐妹们打麻将 大家乍一听到这消息 催了一口 报应 他家还想吃你的绝户 结果自己 先成植物人了吧 我们只当一桩笑谈 骂完就继续投入了麻将的战斗 回去的路上 我慢慢回想过去 才终于明白 人的一生 无论处在哪个年纪 都不该执着于被爱 父母爱不爱自己不重要 老公爱不爱自己不重要 子女爱不爱自己也不重要 自己怎么对待自己才重要 丰富多彩的生活 独立自主的精神财富 身边一群可靠的姐妹 远比爱与不爱 这种虚无的东西更重要 现在的我 有钱有闲 身体健康 还没男人子孙拖累 正是最幸福的时候 至于我老了 动不了了怎么办 十几年的快乐 和多痛苦的活十个月 哪个更重要 我还是分得清的 接下来请听第三个故事 去医院照顾母亲 顺手帮隔壁大娘的小忙 不料两个人把我婚事定了 忽然接到大哥的电话 说母亲住进了医院 让我先回家去看看 因为我就在市区工作 大哥在长州 二哥在四川 离家都很远 就想着让我先回家看看情况 等后面的事情再进行商量 我火急火燎地跑回到我们县里的医院 就看到大姐在照顾着母亲 后来打听才知道 已经稳定住了 就是后面的一些常规治疗 没那么吓人 我跟大哥二哥打电话 不让他们回来 我和大姐留在这里照顾就行 后来的几天 大姐也回家忙 医院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这天病房里来了一个病友 他更加可怜 我顺手就帮忙一点小忙 只是等我出去洗个澡 再回来的时候 谁知道两个人 已经把我的婚事给定了下来 一切来得都太快 来不及反应 母亲其实身体一向都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几个孩子在外工作 也比较放心 当然了 谁家都有一个难念的经 我们家当然就是我 我大学毕业后 就留在市区上班 一直都没有结婚 在村里 像我大哥二哥他们 都是二十多岁结婚 稍微晚一点的 可能就是二十七八岁 但是我都三十岁了 还没有结婚 因为这件事 母亲和父亲两个人 经常吵架 一个说过于纵容我 不积极 一个说当年过于干预我的生活 让我不是那么的想要结婚 其实我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 所以也就没有结婚 除了大姐之外 我离家是最近的一个人了 日常的时候 只要放假 我就回家来看望一下父母 给他们做做饭 或者去地里除草什么的 和我同龄大小的人 基本上都是二胎 甚至是三胎了 只有我 还是一个光棍 父母也曾考虑过 是不是因为家里太穷了 所以我不好意思结婚 前几年 父亲自己掏腰包 给我盖了两层小洋楼 装修的也是很不错 在农村 盖房子 似乎就是一个信号 只要这家盖房子 那么就说明两点 第一 这家赚钱了 第二 这家要娶媳妇 而村里人都知道 我年龄大了 都以为我要娶媳妇 但其实 一直没有影 父母也不出去打工了 就在家 帮着大哥二哥照顾孩子 一切生活都还算可以 直到这一天 我接到了大哥的电话 母亲忽然间晕倒 住院了 我火急火燎地从市区 跑到我们县里的中医院 赶紧跑到病房 看到大姐在给母亲喂饭 在那一刻 我是放松的 只要吃饭 那就说明问题不大 当时这个病房里 就我母亲一个人 但这是三个床位 所以我和大姐一人一个床 在病房里睡了起来 家里的一些亲戚和邻居 也都过来看望母亲 他们简单地说说话就走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让大姐回家 她毕竟刚有了孙子 家里不能离开大人 再说 母亲的情况已经稳定住了 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 在这守护着 所以干脆就我留在这就行 吃过晚饭 我给大姐叫了车 然后把她送走了 晚上大概是十点左右吧 楼道里已经开始睡满了人 这天中午 病房里来了一个人 我们简单地说了两句话 就没了下文 一直到这天晚上的十一点多 我在病房里就听到护士们说 去二十二房间 二十二还有空床位 我一听 就知道护士说的是我此刻 躺着的病床 于是就赶紧起来 甚至还要去外面看看 是什么情况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果真是吓一跳 大概是三个护士 扶着一个病床 一路往我这个方向推过来 看上去很急的样子 还有一个护士 赶紧去跟护士站的人对接 又着急忙活地 把病床往我们这个房间推 因为着急 一直推不进病床 我就在一旁帮忙调整角度 这才推进去 推进去之后 几个人有的人在铺床 有的人在弄掉瓶 有的人在把病人往床上抱 病人刚到床上 就有护士开始给他扎针 病房里本来挺安静的 一下子人多了起来 我退到门外 这个时候才看到有一个阻着拐 一瘸一拐地向我们这个房间走过来 那男人很艰难地挤了进去 然后连忙跟几个护士说谢谢 这真只是刚扎完不多久 那病人就呕吐起来 我连忙去帮忙喊护士 护士来了之后 又是处理脏污 又是帮忙弄床单被罩 总之就是一顿操作下来 这才算是稳住 我们都以为 这个男人是这个病人的男人 可等情况稳定之后 我们才知道不是的 男人是这个病人的邻居 两家算是同性 但不是本家 病人姓张 年龄也就是五十来岁 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都在外地生活 情况和我们家差不多 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跑车 一个是在南通送外卖 离家都很远 而他的女儿和我一样 都是在我们市区上班 刚刚 这个邻居就给张大娘的女儿 打了电话 但此刻已经是十一点多 张大娘的女儿说 等过两天再回来看看 是的 是过两天再回来看看 我们都以为 老人病重了 住院了 作为子女的 怎么这也得赶紧回来呀 心急如焚的 但他们家这个情况 不是的 护士直接喊出来病人的名字 熟练地做着应对的方案 看来是轻车熟路 交谈中我们才知道 张大娘是个常客了 她这就是一个长久的病 短短半年的时间 已经来了医院三次了 医院的这几个护士都认识张大娘 具体是什么病 我没有打听 大概就是说张大娘日常吃药 稳住了病情 孩子们在外打工 也都知道这件事 这一天 张大娘应该是干活累着了 没有吃饭 也没有吃药 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开始发病 人一直在抽搐 还呕吐白沫 那邻居本来是要去他们家 还一个什么东西 看到老人在地上抽搐 就赶紧打了电话 让医院过来接人 而这样的事情 那邻居也经历过两次 不管是邻居 还是张大娘的儿子 还是护士 似乎都习惯了 我甚至也听到护士说 要吃完了吗 怎么又发作了 如此一来 也能够理解张大娘的孩子 怎么不那么紧张了 如果是第一次住院 那紧张是自然的 张大娘住院的第二天 那邻居就走了 毕竟是个邻居 能够大半夜送过来 在早上买完早餐再走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张大娘也一直不好意思 劝着邻居赶紧走 还说自己的孩子 马上就要回来 再说自己已经没啥大事 就是打针吃药的事情 用不着人陪护 就这样 大娘就一个人在病房里 人躺在床上就容易睡觉 他们打着点滴 我就帮忙看着 谁的下完了 我就帮忙呼喊护士 到十一点多的时候 该吃饭了 张大娘的针 还有二瓶没有下完 我问张大娘 要不要帮忙买饭 她说 等下完了点滴 自己出去买 我买了饭 就回来和母亲一起吃饭 大娘看着我们 笑呵呵的 一直说母亲恢复得好 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出院 还问了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今年多大了 当知道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她就惊讶了我闺女 也没结婚呢 你俩大小差不多 都是在市区工作呢 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吃饭 大娘一边看我们吃饭 忽然 她的肚子开始叫了起来 我听到后 没有做反应 而是让母亲先吃饭 我自己下楼 又去买了一份冻面条上来 直接放在碗里 给张大娘端过去了 张大娘很不好意思 连忙拒绝 但应该是真的饿了 简单地拒绝两次之后 就接受了 一边吃 一边问我多少钱 等她女儿回来了 让她女儿还给我 我连忙白手先吃饭 吃饱了再说其他的事情 后面的晚饭 早饭什么的 我去买的时候 总是连同大娘的一起买了 平时去水房打热水 我都是打两份 也给大娘打一份 这水壶是我刚买的 还买了两个水杯 给母亲和张大娘一人一个 在给母亲洗水果的时候 我也会洗很多 分给病友们吃 张大娘总是不好意思地说 吃你们家的说过 喝你们家的水 还让你们买饭 真的不好意思啊 母亲就笑笑说都是老乡的 没啥谢不谢的 晚上 我打水给母亲洗脚 还给母亲擦身体 张大娘看着我就笑呵呵地说 真好啊这孩子 能够照顾老人这么细致 真好啊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羡慕 还是说想念自己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只是黑黑一笑 还问她要不要热水泡脚 她连忙给拒绝了 病房里住满了人 我只能去病房外的 那个陪护床上睡觉 有时候母亲喊我 我赶紧去病房里看 但有时候 其实是母亲帮张大娘喊的我 她只是不好意思张口 都是母亲代替了 也忘记是住院住了几天 这一天 病房里来了一个姑娘 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不用猜 这就是张大娘口中说的那个女儿文婷 和我在市区的同一个区上班 是做美甲行业 那天我刚打水回来 就看到屋子里人挺多的 也听到张大娘一直在跟她女儿说 这几天关于我的事情 还说让她女儿请我吃个饭什么的 而我刚好进来 简单地说说了工作 在什么区上班等等之类的 也就没了下文 因为床位缺得厉害 之前走廊里的那个陪护床 张大娘一直是我睡的 如今来了一个女孩 我自然是让了出来 尽管张大娘一直说 让她女儿跟自己睡 但我还是让了出来 我买了一个躺椅 就在病房里睡觉了 半夜十一点多 不知道怎么回事 张大娘起床上厕所 我当时睡得迷迷糊糊 结果就听到有人呕吐 想来的时候 我库腿上已经感受到 那呕吐的东西了 我连忙去叫护士 又喊醒了她的女儿 这又赶紧去处理 去打针 才算是稳定住 张大娘一万个不好意思 还说让她女儿赔我钱 或者陪着我去买衣服 我想想算了 等天亮了 出去洗个澡 换身新衣服就好 毕竟在医院好几天了 这一身澡就臭了 第二天早上 我跟文婷 简单地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就出去洗澡了 还跟她说 如果我母亲有什么情况 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在张大娘的主持下 我们加了微 信留了电话 等将近中午的时候 我给文婷打了电话 问她想吃什么 结果文婷跟我说 她也出来买东西 还没有回去 我去超市找到了文婷 又带着她 去医院附近的饭店 点了几个菜 一起带回去 而回到病房之后 就发现 张大娘和我母亲的眼神 就不对劲 当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只是知道张大娘一直让文婷跟着我 什么事情都让我和文婷一直去做 我以为就是单纯的担心文婷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让我带一下 我也没多想 那几天 我和文婷一直是形影不离 就这样 大概是过了十多天 出院了 出院后 张大娘说 感谢这些天我的照顾 非要请我和母亲吃饭 实在是别扭不过 就只好去了饭店 而就在饭桌上 张大娘就跟母亲半开玩笑地说 你看这俩小孩多好 一样的年龄 工作都在市区 还都没有结婚 两个人也合得来 母亲也高兴 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我和文婷都猛了 但我们又能说什么 在家长们的加持之下 在家长的安排之下 我们联系也多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在同一个区工作 日常下班之后 我要么就是去她的美甲店等着她 要么就是请她出去吃饭 或是去旅游一下 相处下来 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矛盾 磨合得倒也算是挺快的 于是就在童年的年底 我和文婷订婚了 一切来得都很快 没有什么意外 后来我和文婷在市区买了房子 生活也稳定了下来 有时候会把岳母接过来 也会把母亲接过来 他们都认识相处得很融洽 还说等以后有了孩子 他们会帮我们照顾 反正也年轻 照顾还是不在话下 如今回想起来 倒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也没有想到 能够在医院里找个媳妇 而文婷也说 可能是年纪到了 也可能是遇到合适的人了 再加上父母催得紧 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了 倒不是命运的安排 可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缘分的奇妙 或许就是这样 解释不通 但又在情理之中 解释不通